欢迎吃货们来到大杂会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回锅肉 先准备一块猪后豚肉 然后把锅烧热至冒清烟 再把猪肉皮朝下烙掉猪毛和皮腥味 然后把猪皮清洗干净 准备一锅清水 将猪肉冷水下锅 放入几片浆 少许花椒 一颗八角和适量的料酒 大火烧开之后 转小火煮30分钟将肉煮熟 下面开始准备料头 准备将一小块切成菱形片 蒜适量切成片 蒜苗一把轻轻拍打一下斜刀切成段 准备一个碗 加入5克甜面酱 5克生抽 2克料酒 一点点白糖 搅拌均匀调成酱汁 30分钟之后 把煮熟的肉捞出放冷水冰凉 让肉质收缩 然后尽量把肉质里的水分挤净 然后尽量把肉质里的水分挤净 防止煸炒时 油气四溅 接着将肉切成薄片 先把锅烧热之后 加入食用油润锅 再把热油倒出 下入肉片 炒香炒至发卷 然后把煸出来多余的猪油 盛出避免油腻 加入少许豆豉和豆瓣酱炒香 炒至上色 倒入姜蒜片炒香 炒香之后 倒入酱汁翻炒均匀 最后倒入蒜鸟炒至断生即可出锅 一道美味的回锅肉做好了 我们是大杂烩 喜欢的小伙伴 欢迎订阅 炒香炒香炒至 꼆 囊 銀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